女大学生不求上进就让父亲给自己洗内衣 本期里哥带来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 这年秋天玉子22岁刚大学毕业 和很多毕业即将失业的大学生一样 玉子也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迷茫 不知道前路何在 在这样灿烂的年纪玉子本应该努力拼搏 在这美丽的大千世界里 闯荡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安稳来 但是不求上进的玉子却选择躲在家里安逸 每天睡到自然醒 肚子饿了就吃零食 吃饱了又无所事事地看漫画 整日宅在家里的他打扮得十分邋遢 吃饭却很积极 玩累了就躺着休息 玉子的一天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 玉子的父亲在镇上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中心 每天不仅要在店里辛勤工作 还在照顾玉子的生活起居 父亲看到颓废放纵的玉子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早年间他和妻子离婚 离开了玉子的母亲 每个月只和女儿联系一次 失去自己的母亲对孩子来说必然是巨大的打击 而正是因为如此 父亲才总是感觉深深的亏欠玉子 对于女儿整天宅在家里的日子 他也从来不多说什么 还是像往常一样 继续把所有的爱全部给了女儿 一日三餐打扫房间 甚至连内衣裤都是他代为清晰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久好久 一转眼又到了夏天 玉子却一直都是懒惰颓废的状态 没有改变不想改变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父亲再次听到了女儿对国家的埋怨 不堪女儿的自我放纵与不停埋怨 终于质问玉子到底要颓废到什么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去工作 玉子第一次见到如此恼怒的父亲 内心也很慌乱 却仍装作十分强硬的反驳 不是他不去找工作 而是时机还没有成熟 父女两人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输谁 父亲也拿还在试图逃避现实的玉子 没有办法 日子还未改变 也还在继续 玉子依然躲在家里 夏天躲到秋天 秋天躲到冬天 然后春天又来了 玉子一如既往地不求上镜 一直在家里蹲着 也许是太过舒适的环境让他沉醉 又或者外面的世界风雨太多 让他望而却步 好在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玉子主动找父亲要钱 想买一件面试用的衣服 听到这个消息的父亲 明白了女儿终于愿意做出改变 愿意去外面的世界乘荡 十分的开心 玉子给自己买了一件黑色的长裙 又到照相馆里 给自己拍了几张照片 玉子的梦想是做一个明星 享受他人的追捧 晚上终于等到 女儿愿意工作这天的父亲 给玉子买了一块手表 作为玉子参加工作的礼物 但是玉子却突然很生气 也许是自尊心作祟 没有找到工作的他 不想接受父亲的礼物 女儿心情的急速转变 让老父亲完全梦着头脑 直到父亲给玉子打扫房间时 发现了一张被扔掉的简历 以及桌上摆放的明星杂志 父亲终于明白了玉子的梦想 他鼓励着受到挫折的女儿 因为玉子在父亲的眼里 一直都是那个美丽的女孩呀 可选秀失败的玉子 毫不理会父亲的善意 还将其当成了嘲讽 于是玉子再度开始自暴自弃 又开始在家里长久地躲藏 玉子早已是一个大人 可也许他永远都把自己 当成了一个小女孩 玉子贪婪而肆意地依靠父亲 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父亲也会垂垂老矣 也会年迈无力 春天又过去了 这天玉子出门采购时 遇到了高中时期的同学明子 明子还是那样的光彩照人 青春亮丽 而玉子则一如既往地打扮得邋遢 玉子打算绕开明子不敢与他相见 却被明子及时地发现 二人满是尴尬的寒暄 幸好明子的同学及时赶来 玉子也连忙撤退 也许在玉子心里也渴望着做出改变 却还是害怕改变的路上各种坎坷 晚上父女两人到伯母家做客 玉子也得知了伯母给自己的父亲 介绍了一名叫做耀子的手工老师 心情复杂 不想与别人分享父亲的他 在父亲面前说了耀子的坏话 父亲怒急 出于对女儿的亏欠 他不介意玉子躲在家里 不敢出去面对现实 但他确实讨厌女儿 会变成这样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被父亲斥责了玉子 决定亲眼见见耀子 他来到耀子的手工教室 发现耀子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 心思细腻 落落大方 耀子夸奖玉子的父亲 是个温柔的男人 玉子也心疼地认为 父亲从来不会叫颓废的自己离开家里 也永远不会指责自己不愿工作 是个不合格的父亲 其实父亲对自己的爱 玉子一定是可以感觉到的吧 他嘴里不合格的父亲 他也会心疼 回到家里 玉子和父亲说 耀子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 父亲可以带他回家 然而出乎玉子意料地 父亲拒绝了他的提议 父亲觉得自己已经一把年纪了 只想一个人独自生活 享受清静 所以麻烦玉子过完这个夏天 也要搬出去住 不管工作有没有定下来 先从家里搬出去再说 终于等到父亲赶走自己的这天 玉子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哭 只是轻轻地对父亲说了一句 合格 玉子颓废了一年 也终于见见懂事了 哪怕他并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 暂时还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但他终于不再像以前那样 时时刻刻 都想依赖着父亲 梦眼惺忪 强自知 昨夜断梦 今夜止 总似无聊去年时 前路何在 空住望 苦语细暑 又琛痴 明年何事 惹又斯 大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待在家里 安逸温暖 无所事事 父母给我们提供了太多太多 风雨男性的房子 营养美味的真修 丰富细腻的感情 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的环境 不用努力就能得到安逸 谁又想主动出去闯荡呢 但是 这一方小天地是我们所有 又不是我们所有 我们随时可以回来 但终究需要离开 父母竭力挡住这世间的 气风苦雨 哪怕不能阻止我们被伤害 被淋湿 也要让那些伤害来得再晚 再晚一些 但父母也会累 也会疼 也会吹吹老蚁 也会年迈无礼 他们用一生 撑起了给予我们温暖的 一方小天地 并非是想让我们固守这块方寸 而是为了让我们吃饱喝足 身心圆满地出去 去帮他们看看 他们不曾见过的 三千大世界 除鹰已长 当机长空 仅此而已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黎哥 愿做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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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电视频道